警察被害人與防險有債務糾紛 與今日遭狂險果同其他三人強壓上車 並載到本轄民宅店拘禁 全案依妨礙自由及恐嚇等罪嫌移送基隆地權署爭敗 警方呼籲債務糾紛案件依依法律途徑解決 對於暴使所討債務行為 警方絕不犯淡 警方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